感激天气感受心情 欢迎来到凤凰气象战 我是崔璃 在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当中 有一句成语叫做物极必反 意思是说事物发展到了极点 会向相反方向转化 那不知道呢 用这个观点来看待自然现象 是不是可以 比如说备受大家关注的全球变暖呢 却会导致暴风雪这样的极端天气的发生 那进一步的说 全球变暖实际上在短时间内 给我们地球的部分地区带来的影响 却是变冷 在09年被选的十大天气气候事件当中 其实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今年3月下旬 美国中北部平原就频遭暴风雪的袭击 而且这场暴风雪呢 使得季节性溶雪量增加 导致了红河水位暴涨 超过了11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部分地区呢因此发生了严重洪浪 遭遇风雪的不只有美国 在7月下旬受极地寒流影响 阿根廷大部出现了低温和降雪 阿根廷中部地区甚至出现了 自1965年以来的最大降雪 局地最低气温降至零下16摄氏度 寒潮还影响到了巴西南部 巴西部分地区 气温也降到了零下5.8度 那不知道这两个事件算不算是 您心目当中的十大天气气候事件呢 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 有关十大天气气候事件的内容 请登陆以下这两个网站 参与我们的节目 也期待您可以为您心目当中 十大天气气候事件 投上一票 好我们来看城市预报 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为什么全球变暖 会导致部分地方的气温变冷呢 最难下的决定 往往是最对的 没错 那些话那些事 还在心里触摸 承认到我们的明天 好欢迎您回来 上一节我们提到了全球变暖 实际上在短时间内 给地球的部分地区带来的影响是变冷 这感觉上十分的矛盾 冷暖为什么会互换呢 不过我想象一下当北极冰川融化 使得大量寒冷的水移向了海洋 那这样就阻止了原本可以给北半球地区 带来温暖的大洋暖流 使得海水的温度整体下降 而临海地区呢 很自然的就会变得越来越寒冷 同时在气候变暖背景下 也导致了低层空气明显变暖 大气不稳定性增加 像暴风雪 冰雹电等强对流天气增加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 都将会有所增强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避免 全球变暖所带来的问题的影响 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 美国也是如此 发达国家呢 其实对于气候变化负有巨大的历史责任 他们在减排和知识方面的不作为 也导致了目前哥本哈根 气候变化大会的不公平现状 表面上看 他们好像是占了便宜 但是从长远来说 谁都不会是受益者 近日呢 就有科学家做仿真实验的时候发现 南极西部冰盖很有可能会在未来数百年 甚至是数十年间 局部或者是全部崩塌 造成全球部分沿海地区海平面上升 那首先就很有可能会把 美国首都华盛顿给淹没了 好了 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听歌吧 希望再给您好心情 明天见 给我一整天 一个人 沉默 最难下的决定 往往是最对的 没错 那些话 那些事 还在心里 触摸 承认吧 我们的 明天却 没有下落 曾经以为 幸福吹首歌的 等爱一旦被 爱过 反而让人更 寂寞 有天当你想起我 时间里摆平所有犯的错 也学会不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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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